迎接2022年全球最受瞩目的烟火秀 当然不能少了世界最高塔 杜拜哈里发塔的高空烟火 绚烂烟花在空中绽放 柔和音乐在新的一年给人温馨的感觉 杜拜花钱不手软 今年的烟火表演定调为奇迹之夜 他们总计在29个地点释放烟火 加上灯光秀和喷泉秀通宵迎新 表演长达13个小时 除了杜拜 跨年烟火大秀当然也不能忘记澳洲 雪梨哥剧院和跨港大桥 今年按照惯例释放跨年烟火 只是比起往年 动辄100万人看烟火跨年 今年的雪梨烟火秀 门票只卖出17000张 而且参加的民众不只得全程戴上口罩 没打疫苗的人也被要求待在家 别出门害人 3 2 1 至于香港悬在维多利亚港边 新开幕的视觉博物馆 透过65公尺高的巨型萤幕强倒数 盛大明节新年 泰国曼谷今年也有大型烟火秀 搭配大型3D虚拟艺术 各地用烟火迎接新年 大家的新年愿望 恐怕还是疫情 赶快消息不见 TVBS新闻中文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